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主要是介绍IoTB的新特性 在此之前我会简单的回顾一下IoTB的历史和IoTB的事实 IoTB是一个用来管理时间序列数据的数据库系统 它其实我们说什么是时间序列呢 就像图中一样 由一系列的时间戳和点组成的 这样的在描述一个真实的事物 它在物理世界中在时间尺度上的变化情况 这样的数据就是时间序列数据 那它呢其实是在刻画真实的这个世界 那我们说对于这样的时间序列数据 其实它的产生来源非常多 就有人产生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比如消费记录啊 我们的心跳啊 我们的健康状况啊 也有这个软件产生的产生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使用的任何一个一款软件 它可能背后都在记录你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Service的这个latency啊等等 以及机器的以及机器的行为 那这些机器上加装的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又不是无可的在采集数据 那IoTDB设计出来呢 是为了来去给这种时间序列数据的 这个管理提供高速的读写能力的 那它呢采用这种分层结合的一个结构 它提供了最下面是一个文件层 可以让你直接读写一种劣势的 面上实际数据优化的存储文件格式 那左上角呢 其实在它上面去搭建了一层查询 数据库的查询引擎 那可以提供SQL这样的方式 让你能更方便的去做数据的 并发的读写 同时呢 多个IoTB实例之间呢 还可以通过同步的方式进行数据的传输 那此外呢 IoTB也可以和大数据的系统去做集成 来支持更好的OIoTB系统 那目前呢 IoTB单节点就可以达到 3000万个点每秒的写入速度 然后支持像时间过滤啊 值过滤啊 将采量查询啊 控制填充啊等等这样的查询操作 那同时在写数据的时候 也支持很高性能的这种乱续数据的这种写 发生数据 实验序数据在发生乱续情况下的写露 那此外呢 IoTB的这个schema呢 是一个竖型的这种schema 并且和其他很多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 或者是其他实际数据库不一样的事 IoTB呢 不需要预先去创建出来一个schema 说我有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有哪些测点 这些测点数据类型是什么 不需要体验去定义这件事你可以直接去写数据 此外呢 其实通过提供这样的边缘系统的工具呢 我们可以实现 把边缘侧端侧的这种数据批量的向云端去同步 来减轻云端处理数据压力 同时减少这样一个流量的消耗 IoTB呢 从18年正式进入到了Apaq的复化器 然后在20年正式从Apaq毕业 至今呢 毕业成顶级项目 然后至今已经在Apaq社区将近三个年头了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个项目在一进到Apaq社区之后呢 就有很好的这个国际化的基础 那我们有几个很好的mentor和champion 帮助我们去复化和建立这样一个社区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IoTB也和大量的这些开源软件呢 共同去做一个集成和适配 打造出来一个基于开源的一个供应物联网的数据的整体的开源生态 开源生态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目前已经发布了五个大的版本 分别从0.8到0.12 那0.8版本呢 是是IoTB进入到Apaq之后的第一个稳定版 第一个发布版 那它呢 其实主要解决的是 首先是正式的一个Apaq的release版本 那其次呢 它和在之前的版本相比呢 它提供了 它是我们首次能去让IoTB支持很稳定的支持高速的长期的写入 那在在这个版本中呢 这个版本事实上是在上海地铁进行了上线来管理上海地铁的这个数据 嗯其实当时已经可以达到300辆车每辆车3200个那个测点 然后每个测点每秒钟写五个点这样的写入性能 那在19年12月 我们发布了0.9版本 Minar9版本呢 嗯重新设计了乱须数据的处理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其实在这之前呢 乱须数据和顺序数据 它的文件存储的结构格式不一样的 那乱须数据的占用内存会更多 嗯 但当然它有好处它查询的时候会更快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呃 重新设计了这样一个乱须数据处理的方法 使得这个乱须数据和顺序数据 它的底层的文件存储结构几乎一样 那这也使得我们后续在对乱须数据做二次处理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容易 那在这个接下来在2020年的6月份 也就是疫情期间啊 其实嗯 我们 嗯 发布了0.10版本 那0.10版本呢 其实在不仅继承了这个 也是在0.9版本 基本上进一步的去优化了它的查询 就IoT的查询模块 使得IoTB呢 能够支持更好的这样一个并发的查询 嗯 同时呢 它其实在几个 呃 在几个火力发电厂 中国大唐的这个火力发电厂 得到了这个时机的使用 嗯 在2020年的12月份呢 我们正式发布了0.11版 0.11版引引入了很多的新特性啊 但是其中最大的特性是一个新的内存管理模块 那在这个版本之前呢 其实我们需要用户非常小心的去配置你的这个呃内存管理 比如说你的里面的各种 IoTB的大小啊 MAMMTB的大小啊 MAMMTB的大小啊 TS file的大小啊等等这些系列的参数 那一共有多少个啊 最最多可以有多少个SGM等等 那从0.11开始呢 我们通过系统自动的去判断当前的内存中还有多少可用的内存 然后来去做一些呃自动的这样的一个调就是MAMTB 内存中的数据像资本上刷新的调度 来大幅的减轻了OM的这个现象 那在0.11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引入了TimePattition这样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后面也会详细的介绍 那在今年的4月份呢 我们正式的这也发布了0.12版本 0.12版本呢 其实里面有不少新的有意思的功能啊 包括呃大家都关注已久的呃 呃呼声很高的这样一个集训模块 呃包括用户自定元素 包括呃一个很大范围的这个数据的Compaction RSM中的DataCompaction这个模块的一些bug的修复 和一些重设计 当然今天不会去讲这个DataCompaction的事情 那在那0.1 0.12呢 发布以来呢 其实已经看到它的系统现在变得更加的稳定和更强大 那我们也在做了一系列的新功能 正在下0.13呢 0.13迈进 那今天你会今天讲到的这些新特性呢 主要其实是由0.1 0.12和没有和还在正在开发中的 0.13中的一些新特性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想我们会说一些哪些新特性 那这是LTDB 0.12 release note 它release note里面你可以看到里面有 并不是能很显眼的看到很多大的功能 但是也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LTDB 68 也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刚刚进入到 LTDB刚刚进入到了阿巴奇社区编号为68的这个Ticket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Cluster模块 那事实上呢我们在2019年就已经完成了一个 Cluster版本的一个分布式的版本 那并且呢当然代码其实是在仓库里面的 但是一直没有向主分之序合并 原因呢是由于当时有一些分布式的模块实现 直接使用了第三方的库 那第三方库呢我们认为可能会对后续的这个性能优化等等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在2020年呢我们到一直到2020年 我们去完全的把分布式的一些像RAFT的协议等 进行的重新的自研 然后才正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MASTER分支 其次呢还有像这里面提到的STD啊 很有名的像QuaricideSort Pi 还有像西蒙子啊等等 他们的一些应用中都会用到一个叫SDT的这样一种 压缩算法它是一种有损压缩 那这也是LTTP支持的第一个有损压缩算法 以及呢像我们也支持的像我们在做聚合的时候 以前可以按天聚合按小时聚合按分钟聚合 也可以按比如30天50天60天的聚合 但是有又又有一个呼声很高的需求呢是按照自然月聚合 比如二月份就是28天 三月份就是31天等等这样的聚合模式 那当然下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 以及不同的这样的查询功能啊 或者一些还用来去做debug 或者是用来做诊断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增加了XPlan这样的SQL语句能使得 当你的查询性能很慢的时候 你通过XPlan语句呢可以看到一个查询到底是怎么去执行的 它其实很像我们的把查询计划打印出来一样 但它实际但是这个是实际执行的一个过程 它到底读了哪些文件 每个文件中到底会耗费多长时间都会都可以打印出来 它有助于DBA对IoTB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用 那再比如这种Aggregate Management for Grow-by-Lio Sediment 那它呢就这样一个功能呢使得原来IoTB只可以做按时间维就的聚合 现在呢也可以按照 把多条序列聚合成一条序列 后面还有更多的更多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再提到了 那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六个功能 那首先呢看一下IoTB现在能给用户提供的编程API 目前呢我们已经覆盖了这样五种语言 包括go cn加python cshub加瓦 其中python API呢 其实已经和Pandas去做的集成 所以你可以用Pandas的frame API去做你更方便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分析 那其中呢Java的API呢 又分成了Session API和GDPC GDPC目前还不是一个标准的GDPC 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断的去完善它 那Session API呢 是在所有语言中可能能提供最好的性能的 一套API 一套API 所以也是我们最推荐和和官方最主力去维护的这样一个API 就用go语言和cshub 那它都是由社区里面的其他小伙伴们去共检出来的 那除了上面的编程API以外 其实现在IoTB已经给用户类不少这样的可质化的接口可质化的界面 包括我们和阿华奇的Zeppelin去集成 使得你可以有一个类似Jupy这样一个Notebook Notebook可以来去看 可以输SQL 可以马上把SQL进行一个SQL结果进行一个表格的形式输出 进行一个折线图形式输出等等 多种多样的方式 而且你还可以把你的这样的SQL去保存下来 那和Idea下面的DataGrip这样一个软件进行集成 使得你可以在Idea的这样一个体系下 这样Ide的体系下去访问IoTB的数据 当然它的展示形式就比较的基础了 它就只能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展示 那IoTB很早就已经支持了Graphana这样的可质化的方式 那但是目前呢 我们发现以前的Graphana 以前IoTBGraphana的这样集成是基于Simple Json这样一个插件的 Simple Json这个插件其实性能是有很大的熊耗的 因为它的数据是以Json的形式传给前端的 并且呢用户在去选择你有什么条什么序列的时候 IoTB必须把所有的可选的实验序列 全部传给这样一个浏览器 那我现在看到IoTB的实力中 往往会有几百万条序列或者几千万条序列 那这样一口气上去选择序列 往往就很不方便 为此呢我们自己去研发了这样一个Graphana的一个插件 那可以通过在这里通过一层 因为IoTB的Schema是一个竖型结构 可以在这里一层一层逐层点击的方式 使得你选中你想要的这样序列 并且可以去很方便的去选你的结果 是不是做一些Graphana或者是这样 做一些降彩啊或者有控制 是不是需要填充啊等等这样的操作 那通过这样的操作呢会使得它 是完全的去把IoTB中的一些插件特性都给表现出来 那这个插件呢目前还正在研发当中 它是由云智慧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做的 那下一个可视化的界面是IoTB一个 一个基于网页的一个Wallbench 那这个Wallbench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可以给用户展示 就是当前IoTB中有哪些 有哪些这样的用户和他们的权限 然后以及有哪些存储组 每个存储组下面有什么样的实验序列 同时呢它还可以执行Seql 来去可视化它的数据 那目前呢这个也是一个正在研发中的过程 也是由中野赛街的小伙伴来去贡献给社区的 那上面呢以上述呢就是IoTB的基于这个的编程API 和现在的可视化的一些新的工具的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讲IoTB的几个对用户比较重要的一些新功能 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时间分区功能 时间分区功能 事实上最早最早是在2019年就开始去做了 那但是呢这个功能做完之后默认的情况下是一直是在关闭使用 这个功能是没有生效的 一旦将这个功能生效起来之后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它会把你的时间按照时间分每 一旦开了时间分区之后 你需要指定时间分区的time interval 也就是时间分区的这个分区力度 比如说是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这样的力度 那默认值呢是一周的这样一个力度 一旦开了这样一个分区 你写入的数据会按照每周形成一个文件夹 每周形成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 就每个存在组下面的序列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一直在写 我有 一条实验序列 这条实验序列 每秒钟都在产生数据 每秒钟产生一个点 那我可能就会有86000个点乘以7 这么多数据点放在一个文件夹内 接下来一周的数据放在下一个文件夹内 再下来一周数据放在下一个文件夹内 那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 像左下角的这个图 那这个代表了root.redirect0这样一个存储组 这个存储组下面呢 在第0个time partition时刻 它的数据文件 会复 数据数据会形成这样一个文件 那0代表什么意思呢 0代表1970年1月1日至1970年1月7号 这样一周的时间 那在LTP中呢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时间分区啊 都会形成 都会形成一个 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数据管理引擎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当你一个数据写入到达的时候 他会首先判断这样一个写入 是属于哪个时间分区的 然后呢 他会把这样一个请求 转给对应的时间分区所在的 那个引擎去做执行 就是说 当你的数据是多分区的时候 同时写多分区的时候 事实上你可能还会得到一些 并行力度的一个优化 那什么时候会需要用时间分区功能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开了这个功能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数据 会被会被很整齐的划分成的 一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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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件 那其中有一个很很典型的 如果我认为我的数据只需要保存三周 或者只需要保存四周 那么四周以前的数据我都可以删掉 那这个时候既可以让IoTTP-TTL删掉 也可以 我直接把这些数据文件都被 都被cut走 剪切走或者删除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的数据已经这么整齐的 在磁盘上落盘之后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让系统用为它 或者你甚至自己的去用为 这样来去让你能给你带来一个更强的 这样一个数据用为的能力 那同同样的比如说我想去用大数据分析系统 去比如说用spark去读IoTTP的 data文件 那你只需要指定某一个文件夹 你就可以读一整周的文件 不会去读跨周的文件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当你的数据存在一些 在时间维度上并不那么的 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错误的时候 这样的时间分区功能可能一定程度上 会帮助你的系统变得更加的鲁棒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数据点 这个数据点的时间的时候 或者99999 那这样一个数据呢 它会被 它一旦如果不开时间分区的话 就是所有的数据被写在一个文件夹内 那么这样一个数据一旦落了盘 那未来我再写一个当前时刻 比如说像今天的数据 那今天的数据的时间出一定小于99999 所以今天的数据就会被认为是乱许数据 在IoT的国际中 那它就会被放到乱许数据文件夹里面 比如说所有的那些正确的数据 都会因为出现了一个超大的 一长时间戳 使得你的数据变成了这样一个 使得你的本来是顺序的数据 被误判成乱许数据 这件事情会不会存在的 这件事情 这个场景还是挺容易存在的 在因为数据传输过来的时候 有可能是因为网络的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设备本身的表的问题 你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个实验应用中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在既然某一天接到了一个2099年的数据 那它使得在没有开分区的情况下 它会使得这个系统出现大量的乱许数据 但我们说如果你开了这样一个实验分区的功能的话 那这样一个 999也有这样一个乱计数 这样一个数据呢 它会被计算一下 比如说我还是按照7天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分区 那它会被放在一个命名为16534391的一个文件夹上 文件夹内 那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引擎 数据引擎 所以对于那些其他的实验 其他的数据来说 他们就不会被当作乱许数据 那可以看到 所以你开了时间分区功能之后 那些比如说我再写一个今天的数据 今天的数据除以86000秒除以7 可能才等一个600多700多 那这样一个数据呢 你就完全不会被 不会被放在这样一个乱计数据内 所以这也是它的好处 那但是呢 其实如果你 你时间分区 为什么我们默认把它关闭掉呢 第一是在当时的那个版本下 其实测试还并不是很充分 第二是 如果 第二是 如果 你这个系统呢很不幸 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 时间时间分区都是活跃的 什么叫活跃呢 就是这些时间分区都在有数据写入 那 我们说时间序列数据 它是一个沿时间去递增的数据 比如说我写了 我8点的时候很可能写的是7点多 从设备上采过来的数据 9点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在写8点多 从设备上采过来数据 到明天的时候 我可能都在写的是凌晨的这些数据 所以 直观上来看呢 时间序列数据应该你写的数据 基本上都是很小的一个 时间段内的这个数据 那并不太会存在说 如果说我的这个7天是一个partition 不太可能存在说 我有100个partition 都在都在有新的数据在写 它就意味着700天的数据还有人在写 600天的数据也有人在写 600天以前的数据也有人在写 500天以前数据也有人在写 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很不幸工业中的这些设备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我们见到一个很很特殊的场景啊 就是在挖掘机中 一个挖掘机的一个数据管理应用中 那它全国其实有将近20万个 保有的这样的挖掘机 那我们注意到它的数据呢 是从就是在实时产生的数据的时间 说是从2000年到2000到2021年都有的 2000年的数据在不断的产生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挖掘机上的那个表 可能那个年份是不对的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个 看某一个照相机 然后你的照相机呢 呃 其实我把电视抠掉 那这个照相机的时间可能就贵 就重置零了 当你把这照相机在电视放回来的时候 你很可能根本就是 你很可能懒得去改这个时间 于是你的照相机上时间的年份可能就是错的 当然它的日和它的小时可能都是错的 这种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可能在实际用中 几百个time partition都在同时写数据 那么说到了每个time partition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引擎 也就意味着每个time partition 它都会占用一部分的内存 所以说当你的partition全是活跃的时候 其实它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你的系统的内存 内存代价会更高一些 那这也是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应用 所以time partition这样的功能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它的一些列处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更高一层次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交流了 那第二个新特性呢 其实就是寄讯模式 寄讯模式其实在0.12里面已经发布了 那在这里面其实想跟大家来讲 但是从来因为从来没有在 尤其是这样的国际的这样的会长去讲 它的极群极群功能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去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整个IOTV的这样的一个极群分布式版本 它是一个采用PVP的架构 那其中呢 主体是用的RAFT这样的协议 那我们这里面的有两大类RAFT组 第一大类RAFT组是所有的节点会形成一个 整个的我们叫做原数据的RAFT组 它管理的整个整个集群有多少个节点 这些这些节点上的数据是怎么做分区的 那当然未来呢 有可能这样一个所有节点形成一个 MetaRAFT组可能会变成部分节点形成 MetaRAFT组 那这个RAFT组呢只有一个 其次呢我们每若干个节点每K个节点 那整个集群中呢会有N个节点的话 会至少有N个RAFT数据RAFT组 那目前呢我们在用一阵哈希 来去做数据的分区 并且这样Data 就是哪些节点会形成一个Data Data一个数据RAFT组 是由一阵哈希的决定的 将来很可能会去改成一个lookup表 插绕表这样的模式 那数据是怎么分区的呢 那对于对于LTP来说 一个RAFT的组可能会管一 就是每每个Data group 它的更细利度啊 我看每个Data group 这样一个Data group 它其实刚前面讲过了 它会可以被分成多个分区 多个时间分区 这是一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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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一个Data group的 这样一个时间分区的数据 会 这一个时间分区内 会包含很多条序列哈 比如序列一序列二序列三 那这样一个时间分区的数据 会被放在某一个Data graph组里面 比如说这样一个绿色的 那第二个时间分区 这个紫色的 它可能会被放在这里面的 第二个时间分区内 那第三个时间分区呢 它可能也会被放在这里面的 第三个 比如这个 当黄色的时间分区内 也就是说 在LTP中 它的数据分区是存储组 这样一个一个的组 存储组加上时间分区 这样去组成的 那我们进一步去说 IoTTP中的这样的一个读写流程 是分布式下一个什么样的读写流程呢 对于每次的操作 用户可以连接到任何一个LTP节点 这个节点被称作Proxy 代理节点 或者Coordinator节点 吸道者节点 这个节点呢 会必要的从 MetaNode 就是整个MetaRaf组里面的Leader节点 去拉取一些分区信息 然后他会跟你这个分区信息 去找到对应的数据 应该被转给哪个Data Group组 那这个Data Group组呢 他就会去向Data Group组的任何 任意一个节点 但是优先他会认为 他会向他认为的Leader节点 去发送数据 那这个Data Group组呢 接下来他把数据写入成功之后 返回给Proxy 那插询也是同理的 但是插询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呢 是虽然Raf是个强抑制协议 但是我们同时支持的强抑制读 和最终抑制读 以及一个中间抑制性读 这样一个特性 强抑制性读 指什么呢 当客户端向一台节点 发送出来请求之后 那这个节点呢 他会去去 他会去找一定会 你可以理解成一定会去找Leader 找这个数据所在的那个Data Group组的Leader 节点去要最新的数据 那最终的适应读呢 则是这个洗脑者节点 会去向管理这个数据的 就Data Group组里面的任何一个节点 去要一份数据回来 这份数据有可能还不一定是最新的 因为Raf的里面任何一个数据 其实只需要被一半节点 二分之一以上的节点去写入数据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中间人适应读的概念 中间人适应读的概念是 洗脑者节点会去向任何一个随机一个节点去要数据 那并且呢会等待一个一定固定的延迟 那在这个延迟内呢 这个节点他可以向Leader节点去问一问自己是不是有丢失的数据 如果有的话他就去补充 但是他至多会花latency的时间去做补充 当超过latency之后他也会把结果发 不管他补到没补到都会返回给客户端 那对于IoTB来说呢 这样分布式的一个模式下 我们说他重点是在做什么事情 他其实重点要完成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是高继续的高可用 原来单节点死掉系统就没了 现在假设你有一个三节点三副本 那你的系统呢其实死掉一个节点也还好 此外呢他要解决的一件事情是系统扩展性 那我通过增加节点我的系统性能一定程度上是会就会线性的增长 虽然这个k线性的这个k并不等 斜率并不一定等于1 那他有什么坏处呢 其实分布式他一定一个分布式的局面 他他和那些继续中间接等模式还会有些不一样 他一定会因为他要运行RAFT的这样的协议 他一定会有他自认的代价 所以当你去看单节点的性 单节点的LTB的性能和三节点三副本性能的话 你会发现三节点三副本虽然我用了三个机器去 去做以前一个机器做的事情 但是三节点三副本的这样一个LTB集群 他的性能可能仅仅是单节点这样一个LTB集群的80%这样的性能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那20%其实是用来去做这个集群之间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 这个集群的维护代价和这个RAFT协议的一个维护代价 那我们说那我说如果我用六个节点三个副本呢 他是不是还不如Single Node呢 那肯定不会的 因为原来三节点三副本 其实是他是要求你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三遍 所以但是你正好有三台机器 你机器的数量也成了三 比如说你计算资源成了三 但是你做的事情也成了三 所以他跟Single Node会差不多 然后他又有他自己的这个G群和RAFT协议的维护代价 所以他性能下降了一些 但是当你有六个节点九个节点十二节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你的计算资源的增长速度 增长量远大于你的副本数量 那你肯定会带来正向的收益 那怎么去使用LTDB的分布式版本呢 我们的启动脚本发生了变化 你需要用Start Node这样一个脚本 同时呢你需要去改的几个 一定要去改的几个参数就是Season Node 一个是Internal IP 因为多个节点之间 你往往大家会使用内网IP 第二就是整个集群里面的这些 节点和他对应的这个 互相交换的这个IP 端口是什么 那我们在代名盘里呢 这个目录下也提供了这样Dotal Compose 这样有方式 大家可以继续这些方式进行一些改动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再介绍的一个性功能呢 是我们的虚拟存储组 虚拟存储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说IoT存储组是什么 存储组可以被联系成一个数据库 或者是关系数库的Table 但是现在来看更多的应该被联系成一个Database 那在0.12版本之前 存储组功能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业务概念 它也是一个性能调参 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业务概念呢 因为不同存储组的数据 会被存储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 那这样的话 这些不同存储组 它其实会天上的做数据物理隔离 比如说你有你的你的一个线上系统 要服务两个两个用户 第一个用户宝马 第二个用户大众的 那宝马和大众 肯定不希望他们的数据被互相看到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做 把它设计上两个存储组 就能从物理上隔离开 但我们说存储组的数量不能特别多 因为每个存储组 是限制中一般存储组的数量 是你的这个CPU个数或者二倍就好了 同时我们说它也是一个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性能参数呢 因为每个存储组 它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引擎 那不同的存储组之间呢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 那也就是说 但是在一个存储组内 如果你来了多个写入 这多个写入其实是会在存储组级别 去强占一些锁的 那这个锁的力度就很高 那这样的它的并发性 就并发的血就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当你的存储组数量变多的时候 你的写入写入性能 并发写入性能其实会变好 但是我们说刚才提到就是每个存储组 都是一个独立的引擎 也就意味着每个存储组 它有自己的内存维护模块 有它自己的这个像磁盘的刷写模块 有它自己的文件合并模块 等有它自己的TTL模块 那这样的话 它会耗费很多的线程切换资源 而且它也会占用很多的内存 所以说我们一定程度上 就不允许整个系统中有过多的存储组 比如说你有几百个存储组 那其实往往是不健康的 当然你说如果我的内存有几个TB 那也没问题 所以说在实际的应用中 我们需要比较谨慎的去调节 调整我们存储组的个数 不但这件事我们说存储组的存储组 为了性能要去调整存储组的个数 但是存储组呢 又希望它来去表证业务语义 那这两个就是矛盾的 那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就提出了虚拟存储组的概念 那我们希望呢 在从0.12版本以后啊 用户不需要为了性能 去创建那么多的存储组 他只需要根据他的应用 应用需求 到底需要多少存储组来定义 比如说我们就不希望用户 再去定义这样的root.sg 1,2,3 这样三个存储组 或者因为很多以前的代码里面 都是这样写的root.sg 然后把数据做一个hack code 然后磨一个n 然后形成一个存储组 那我们希望用户呢 其实比如说我只有我 我一个要存大众的时候 一个要存保满出去 那我存储组就只有两个就ok了 然后呢 我通过启动虚拟存储组的概念 虚拟存储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一个存储组 它下面又去 又又去生成了几个虚拟的存储组 这些虚拟存储组用户是看不到的 你在你的这个 pass 上也也见不到这样虚拟存储组 但是每个虚拟存储组 是一个独立的引擎 所以说你的虚拟存储组设成二 比如设成三 然后你又有大众和宝马 那也就是说两个存储组 那也就是说你实际系统中 一共有六个引擎在跑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它就并发性能就会很好 那虚拟存储组呢 也会被反映在数据文件的这一层 如果你只有默认的情况下 它等于一 所以你的所有数据都一定在0下面去创建 那但是在0.12版本 这个甚至包括未来的0.13版本中 这个虚拟存储组的数量 是要在事前去调好的 一旦你这个调整好之后 你又有了你的数据也被写 已经有数据写入了 那就不允许再修改这个参容 因为修改这个参容之后 我就我就不知道一份数据 到底是被应该被分在哪个虚拟存储组中 那这个我们目前正在尝试打破这个限制 因为你一定是在实际系统运行 并且接收到了一定的数据之后 你才知道当前的这个虚拟存储组的个数 是不是真的适合你的应用 所以这个限制呢 很可能会在0.14版本中 我们会把它给除掉 那接下来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叫做UDF 那为什么要做UDF呢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用户真的去使用 IoTB的时候 他们不仅仅是要去做数据的存储 他们其实还希望做数据的分析 并且是不仅仅是希望去做IoTB 给他提供出来一些什么控制填充啊 将采样这样的分析 他还希望在查询的时候 能做很多自定义的这样的分析 那为了完成这件事情呢 我们去开发了这样UDF的这样一个功能 让用户能自己去写一些函数 这个函数在可以让IoTB 可以查出来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去做自己的加工处理逻辑 那他其实和关系数据分析 就是关系数据有很多 也有优点凡方式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看一下UDF呢 因为IoTB是管理时序数据的 所以我们又将UDF进一步分成UDTF和UDAF UDTF怎么理解呢 你UDTF它的输入是一段时间序列 一条时间序列中的一段 它的输出仍然是一段 比如说我原来有 我这一段是代表的是100个数据点 从T1到T100 然后我输出的时候 把每10个点进一个合并 那我输出了一个10个点的序列 那这由UDTF要做事 UDTF呢就是去做一些聚合操作 把100个点聚合成一个点 目前还正在开发过程中 那有了UDF之后呢 我们自己基于UDF做了很多的 built-in built-in的内置的UDF函数 来去将很多数据函数啊 和一些数据简单的处理函数 进行了一个支持 那举一个例子 有了UDF之后怎么去用呢 其实你用起来的话 和普通的函数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spec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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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三个都是UDF函数 那返回的结果可以看到 他直接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输出 那我们还支持了很多其他的这种不同类型的 这样的函数 以及 对字符串的一个处理函数 以及TopK的这样一个查询 当然这些UDF实现出来 他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性能非常好 因为有一些查询呢 他可能就需要 他的复杂度可能是O 那用户也可以自己去写一个UDF啊 写法呢 其实首先呢 你需要依赖 目前呢 你需要依赖这样一个高力度的这样一个 呃 库 然后呢 只需要实现其中几个接口 before start transform transform 就是你拿到了 呃 一个是若干条对齐的实验序列 称作一个raw 然后将这个序列该怎么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 嗯 那这个呢 就是对数据进行一个变换的过程 其实他很类似于map64中的map函数 接下来呢 你把你是你的自己的实现打成一个架码包 并且放在LTP部署文件夹下面的ext文件夹下的UDF 然后重启啊 啊 重启LTP 或者是直接用这样Card function语句 然后指明你实现的函数名 呃类名就ok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去对他进行一个使用了 嗯 嗯 那也可以通过这样show functions的语句来去查看 啊 所有built in UDF的都是 都是这个我们实现出来的UDF native的是LTP原案已经支持的那些aggregation模式 那实际的UDF的执行流程呢 其实他来了一个数据之后 他首先会经过这样的检查环节 啊 那个处置化环节 真正的对数据进行变换的环节和结束的环节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跳过这个过程了 好最后再介绍最后的一个特性想介绍 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我们的触发器功能 那触发器呢 是进一步去打造那LTP的分析流程的一个模块 我们说UDF是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样的分析呢 在做事后分析 也就是数据已经入库了 然后你需要在查询的时候做一些分析的时候使用UDF 那trigger是干什么呢 trigger是在做事前分析 当你的数据到达IoTDB要入库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处理 他其实很类似于现在的flink这样的流处理系统 甚至一定承认他的flink功能是重合的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这样一个计算 那trigger是干嘛呢 比如说我们说 我可以去实时的去计算一个创 根据一个时间创口内的平均值来去做告解 那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说 每来了五个新的数据点之后 我对这五个数据点的值进行一个求一个平均值 然后如果平均值小于某一个值 或者大于某一个值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呢 给存到一个alert的这样一个序列中 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再给存得到其他的一个模块 比如说存到mqd的模块 或者存到别的地方去 那一个udf的这个一个trigger实现呢 大概长这样 首先我们要实现一个uncreate方法 uncreate方法里面呢 其实他去定义了这样一个 就是你需要处置化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需要怎么去做这样一个计算 去计算一个创口内平均值 然后接下来你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置 可以写到本地local ltb event 这是一个local ltb handle 是将数据写到本地的本地的ltb 中mqd handle 则是将数据写到mqtd的写给一个mqt服务器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定义什么时候去触发这样一个数据 那当比如说像这个在发指定file函数就好了 当一个是当一个数据到达的时候 它的实际这个数据点是由实现出和值组成的嘛 它就去会调用file函数 然后你可以将你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将这个value直进一个修改 返回给后续的存 后续的直进引擎 那么在这样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那直进一个修整 比如说我传过来的数据只有0到100 是一个水温数据 那么它只有0到100才是对的 如果传过来一个101 那我就强行把它修改成100 存到系统里面 那就可以通过在这里面写一个ifvalue 大概101return100 else returnvalue就ok了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create time service 时间create time service 回完time service之后呢 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 你自己实现好的这样的trigger加二包放在 1RT下面 刚才放在1RT下面的udf里面 现在放1RT下面的trigger里面 然后create 通过create trigger语句来指定trigger的名字 然后是在insert之前发生 调用还是insert之后调用 然后是在什么样的序列上 然后用什么样的trigger去调用 需要这个trigger能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参数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大量的这种写入操作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中 我去进行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写入 那其中呢 这个 这部分的它的平均值都是没有超过10的 这部分的平均值都超过10了 那我们再去看alert的表 二表它可以看到二表里面呢 会有在什么时刻 从08的006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 它未来的五个点 它的平均值是超过10 那整个的这个实践呢 需要实现以下的这样四个接口 和一系列的file接口就足够了 OK 最后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 给大家分享的 首先IoTTP是一个用来管理实验序列数据的一个数据库 那其次呢 根据你希望用的语言 其实现在已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API 接口 然后呢今天呢 又到我们去介绍它们 participation 功能和IDE Virtual Storage Group功能 它分别有助于系统更 switched 拥棒和更好的处理 端询数据更好的数据应用为 以及让你能更加的高效的去管理数据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技蜻模式 以及 UDF 功能和 Trigger 功能 那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功能正在开发过程中啊 也欢迎更多的人去加入我们的社区 那想加入我们社区呢 可以可以去 这是我们的官网 这是我们的列表 这是我们的 Slack 这是我们的 QQ 群 那欢迎大家进加入我们的社区 来贡献大家一起来把 IOTB 做得更好